中秋節將屆 談的是永康區中心裡 與九日晚間舉辦社區中秋蓮花晚會 活動中除了有媽媽舞蹈般 精彩的開場表演 無數表演 知名台語歌手歡唱 和摩采等豐富節目內容之外 還有好吃的甜湯 分送給現場的觀眾享用 讓黎明們提早感受 秋節歡樂的氣氛 中心裡里長楊森斌表示 希望藉由中秋晚會活動 建立倫理親情精神 聯絡社區住戶情感 並凝聚李明對社區的向心裡 一年一步的這個中秋節 中秋佳節 再過幾天就到了 我們中心裡很注重 每年一步的這個中秋佳節 提前在今天九月九日來辦 我們幾乎每年都有辦 每年都有辦 我們辦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這裡面相當的有業 幫我們來參與 每年我們這個中秋佳節的這個館會活動 節目我們經過這個策劃 所以這個節目內容也相當的豐富 還有讓這個李明 有一個期待就是這個 最高興就是期待這個摩采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這個摩采的部分 都把它改變成那個紅包的摩采 這個中將就中這個紅包 因為這個紅包是最實在的啦 不然平常我們要是說提供這個使用品 不一定這個鄉親可以使用到 那它就有三個腦筋啦 那我們就改變這個現金紅包的摩采 就是鄉親最期待最喜歡的這個摩采 祝福作為 所以中秋佳節很愉快 六合里里長李信輝則表示 希望當晚熱鬧的晚會 能帶給民眾歡樂的節慶回憶 中秋佳節自國以來就是我們中國文化 不可好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建立 在這裡也非常歡迎可以參加這間的演會 讓我早上下這幾天都下大火 讓我下到早上 因為大家在懷孕說 這個中秋節下這麼大的火 是什麼樣的翻 不要說那個月圓看不得了 所以年月圓常常會翻 當天的晚會中 復興派出所的警員也來到現場 進行中秋節即犯罪預防宣導 呼籲市民反患犯罪於未然 貫徹社區警政的理念 記者劉耀明 台南採訪報導